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老师念佛 念佛真的是有好处的 但不见得人都念得下去 你要是有疑惑的时候 你念不下去了 你真的念不下去了 你还是要去好好看看佛经 断一声信 比如说我 我也就是有一阵念佛拜佛的念不下去 哇塞真的念不下去了 然后就开始看佛经 看佛经的时候就不去想那些别的 就感觉舒服很多 可是念佛真的是受益匪浅的 一本万利 这件事情是一本万利的 每天少一句废话多一句佛号 这个是真的 我不骗你吗 你说他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也没有钱也没有命也没有利 但就是自己觉得很舒服 就是 清净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我的整个五官都很舒服 就对我的感受是 我在这方面感受比较大 嗯 有一些好处只可一回不可原传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觉得念佛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还有疑惑 但是我还有疑惑 有的时候念着念不下去 会忘了之类的 所以呢 我在那个就是这个佛的佛像下面 我一般会有一个就是小的 夹子 然后里面就是无量无量受精的那个本子 然后就会有的时候读一读看一看 就觉得日子就是很新鲜日子很享受 加油